放开限购的珠海 房价会不会打涨 我是南方 今天我们聊聊珠海的限购 我们先来看看最近的购房政策 从上头可见 购房政策其实和之前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其中珠海本地居民依旧是限购三套房 外地购房人员限购两套 第二套只能在斗门购买 澳门人在珠海是限购三套 第三套的前提是在恒情没有房子才可以购买 香港人限购两套 可以选择在珠海大桥溪购买两套 或者是在珠海大桥东或者是西各买一套 如果是人才的话 可以凭借人才证明在珠海限购一套 总的来说珠海的房站调控 已经进入更细化的分区实测 调控内容和方式已经到了相当复杂的地步 珠海可能是目前国内调控政策 相当复杂的一个城市 对各种人群各类行政区进行差异化划分 而请这种趋势有往更复杂的方向发展 究其原因是地方既想保证地产业稳定增长 又要应对上级稳定房价的问责 还要处理各区市场差异的问题 还得关照吸纳人才的配套政策等等 最终地方政府目标被不断撕裂 调控政策只能不断反复 我就想说您累不累 现在横琴已经成为港澳人士的气息力 横琴是珠海调控非常严厉的区域 针对港澳人士全面放开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 也是落实大湾区发展的需要 同样深圳 广州 佛山 东莞等 珠三角城市也已经有 或者是准备有类似的动作 其结果是为珠三角核心城市的核心区域 引来一批港澳的购买力 而这股购买力不容小失 目前在大湾区的规划推动下 各城市都有吸纳港澳人士创业 养老休闲的相关政策 所以内地对港澳不同社会阶层的吸引力都在逐渐加强 加上内地房价明显比港澳低一大截 而港澳投资者也看好大湾区的长期发展前景 所以近期港澳人士到内地的看房团是一批又接着一批 下一节的港澳购买力将是湾区楼盘重点挖掘的市场 那么调控一松再松 市场肯定会加速复苏 此次珠海局部区已经放开限购 这是继几年前金湾斗门两区限购政策放松后的再次放松 可以确定以上区域一定会吸引更多的外地投资客 毕竟珠海临近港澳 而且开通的港珠澳大桥热点题材丰富 在许多非珠三角投资客看来 这里是利好政策密集发布区域 其吸引力是巨大的 对本地和周边投资者而言 他们对珠海郊区的认识和外地客户有很大的不同 但这不会影响政策放松片区成交量的放大 至于珠海房价未来的走势 既然有了新的强劲的购买力金融 库存高的板块势必会加快去库存 库存本身就不高的区域 就只能随行就市了 而关于珠海此次的调控手法 虽然放宽了限购 但可以看出还是以防止楼市过热为主要方向 整体基调还是以平稳发展为主 限购政策聊了正多 下一期蓝芳就和大家聊聊 二一年到底该不该入手珠海的房子